跟CASTA談談 CASTA 早安 早安 焦點何具之有 先講第一個 美國徵收鋼類的關稅 特朗普簽了行政命令 簽有關稅 但又有很多豁免 加拿大墨西哥最近 比較多交易鋼類的 有了豁免 正宗生意人 NAPTA那裏 你不要找我笨 但我現在先豁免給你優惠 既然是豁免的話 是否真的不用擔心這件事 之前說到很擔心打貿易戰 現在是否真的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似乎它的豁免條款很空泛 和寬敞 即是證明到你抽稅 會令到你國家安全受影響 這樣便不會向這些國家來講徵稅 其實如果你看回整個佈局 基本上是針對著某幾個國家來打 亦都這樣說 他們本身是希望透過關稅的安排 可以令到美國本身 貿易赤字可以減少1,000億美元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明顯是專門打一些 美國和某些國家 譬如中國來說 是有一個很大的貿易赤字 在這樣的情況下去做 我相信整個關稅的安排來說 第一 很多人都相信是一個政治鬆 第二 國會的共和黨 亦都希望禁止他們實行 第三 似乎只是針對某些地區 不會全球全面性去打某些戰 最終來講 其實是取得談判的籌碼 所以市場似乎是對於整個關稅的報告 清楚了解 所以大家的憂慮 一下子便全部消散了 貿易戰之前令到市場下跌 但其實至於上日 因為科因辭職最重要 但始終貿易戰這個因素 因為貿易戰引致科因辭職 有後遺 但現在股市已經修復了 當初特朗普突然說要徵收關稅的失地 而港股今早也看到 不再是過往日升日跌的格局 現在變成昨日升完 今天也有得升 指數現在擺脫了之前的 不要說得那麼定 現在是早上開始 但現在都差不多 承接了昨日的升勢 所以有沒有機會 因為現在的市場很反復 下一個小時又不知道怎樣 所以我們穩陣起見 現在承接了昨日的升勢 現在都暫時看起來OK 那是否投資者的憂慮已經消減 其實如果你看過市場在這些水平 我自己會覺得 還未完全擺脫了一個上落的局面 雖然說昨天升今日又有得升 但是我們看回恆子 由去年12月開始 升到上去1月高位之後 開始做那個回討 每次都用往日比率 是61.8%左右 作為一個回討和反彈 現在來說 是說最近一次的指數是跌下去 開始看回29,852點這個水平反彈 用回恆比率 就應該要回到31,050點 即是31,050點 即是31,050有機會 是的 如果你說去到那些位置 它又升不到的話 其實大家還是繼續等 等一些真真正正 是可以令到整個市場出現一個突破的契機 但是都這樣說 這幾天來說 我們看到的一些所謂資金的調配 似乎挺有趣的 早段的時間來說 我們看到都有一些錢 是肯追一下內銀股 但是這兩天 看到內銀股好像有點被冷落 是的 被冷落的情況 等周小鮮開記者會 10時 等人行人選 是否定了 會否合併 國際投資者當然是等今晚飛狼 然後等聯署局 鮑威爾新主席第一次主持的議席 即是等到整個星期 剛才我回應CASTA等甚麼 就要說我等甚麼 所以我暫時再看 事件是好幾天 但是這個位置 是否真的好 三萬一千零幾 行不行 要等突破 即是去到的話 回頭 都未是一個叫做成事 好 何據之有 何據之有 這是第一個 其實今天很多事情都不用怕 因為連地緣政治好像也有這個解決的跡象 包括南北韓那邊 南韓的總統特使去到美國那裡 跟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回 之前我們訪問平壤說過甚麼呢 說北韓其實是承諾了會暫時停止試射導彈和核試 亦邀請了特朗普5月跟北韓見面 周伯通見陽康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之前一直有很擔心 有人經常說我射到你美國 我射到你美國 這次很好就是 等於夏威夷有五報 這次很好就是 我暫時不再核試 又不再試射導彈 還要肯和特朗普見面 之前大家就細成水火 現在突然之間會不會又friend 亦是另一個不明朗因素消除了 沒有永遠的敵人 沒有永遠的朋友 何據之有 起碼現在來說 大家就不擔心北韓會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情 其實說真的 之前來說 第一第二次大家就很害怕 但是之後 試多幾次那些導彈之後 大家那時候是沒有當作一回事 因為大家看看 雖然現在北韓有核實力 亦都有導彈的技術 但是你要將核實力和導彈技術 融合在一起 需要一段時間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 基本上都是拿籌碼 至少要嚇到夏威夷 那次事件就是 那次是說不明白 根本他都未有任何東西做到 即是你害怕 只是減傷 所以我想現在來說 兩位南北韓可以有一些 見面的機會 亦都邀請特朗普 現在未知答不答應 說真的 起碼是說 他是橄欖獅 他不會做一些不理性的事 所以 跟之前大家說 可能一分鐘他按鍵也不定 這個假設不存在 那時候會好很多 聽你這麼說 朝鮮半島核危機 暫時何具之有 為什麼說那麼多何具之有 變成今早早的金句 其實都是陳德林 昨天突然拋出這個 港匯轉若何具之有的金句 做他篇文章的主題 最主要就是陳德林說 港元昨天就靠近7.83已經穿了 他就說其實是不用怕的 因為那個制度一向都是 7.85才是藥方去保證 亦都說就算落到7.85 亦都是何具之有 不用怕 昨天出了這篇文之後 港匯已經是又再有突破 港匯已經是7.84 亦都是2005年 會聯會改良之後的一個新低 就算這個港匯很快觸及 這個藥方兌換保證 我們是否真的不需要怕 因為一向的制度 就是設定了7.75到7.85 在這個波幅之間上落 其實是一個制度 以來容許的事 是的 其實如果你看回 現在來說 每一次 即未到7.85 市場有需要的話 金管局就立即出手 沒有試過是真的脫脫的 最害怕的是 跌到一次 是低於7.85 然後他又不做事 這樣大家就會害怕 所以如果你看回這次來說 我們看到的 港匯是弱了很多 其中的一個因素 的確是有一些叫做 是套息的因素 因為始終來講 香港同業拆息那方面 跟美國那個 十年期的息率 的確是那個 息差是擴闊了 可能都會令到 有部分的錢 是在香港自己本土 做套息的 但是就沒有見到 大規模資金流走 也看回銀行的 即是港元結存的情況 也沒有一個大幅的下跌 所以如果你看到 整體的港匯是弱的 但是又沒有抽升到 那個 即是同業拆息的話 這個情況 就似乎 大家來說 就覺得 不是一個叫做 即是叫做 97的金融風暴 是翻版來的 即是不見到大規模的資金流走 沒有國際大樂利 又沒有國際大樂利 所以來說 何具之有呢 我們有一個實力在 所以就不用怕 這個聯會被衝擊 但是始終 港匯一轉弱 會不會影響到市的信心呢 還有 亦都看見這幅圖 就是港元的HIGHBOR 和美元的LIBOR 一個月的息差 亦都開始慢慢扯升 代表著 香港的息 即是陳德林都說 他都要推動 港匯 港息 要正常化 這個情況 會不會影響到 地產股 甚至影響到市 如果我們看看 市場 預期的息率向上 就已經是 差不多兩年的事 而這兩年裏 美國 持續有加息 但香港 都未有加息的準備 或者不是未有準備 是未有結果 結果 是的 在這麼多的資金底下 去做一個加息 我想現在來說 真的不需要住 因此 最終 HIGHBOR 都會升 只是問題 就是時間性 我們都見到 譬如現在來說 有比較多的錢 在香港的銀行體系裡 這些錢一天不離開的話 拉波和HIGHBOR 是擴闊 但是都不會令到地產股 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因為大部分地產股來說 他們本身的負債 遠遠是不及97年的時候 那麼高 所以現在來說 就算加息對他們本身來說 產生的壓力 是不會太大 也就是說 市場 也預計了加息 即使真的加兩厘 分開8次來加0.25的話 亦都對於現時的供款人 的供款能力 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壓力測試通過了的話 基本上現在來說 加息又或者港匯轉弱 令到日後整個銀行同意測息提升 都未會影響到真正的樓市 實質的情況 並不足 不足 記者 研究 不足 非常 不足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